接下来要看的这位英国前卫艺术家 崔西艾敏 他的创作《我的床》 堪称是英国当代艺术最极端的作品之一 他把用过的保险套 空的福特加酒瓶 还有烟盒等等 全部摊在自己的床上 这件作品曾经在1999年 入围英国艺坛大奖特纳奖 崔西艾敏也因此一炮而红 最近《我的床》以220万英镑成交 相当于台币一亿一千多万 凌乱的床铺旁边堆满空酒瓶 烟盒 穿过的内衣裤还有各种垃圾 这是英国前卫艺术家 崔西艾敏的作品《我的床》 目前在拍卖会上 以台币一亿两千万元的天价成交 第一次我展示它是在日本 在日本人们觉得我的衣服很可恶 这种意义 为什么你会在家里有脚的衣服 在美国就像是女性的艺术 我们之前都看过这些 《我的床》是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 是艺术家和爱人分手后 花了整整一个礼拜在床上创作出来的 崔西艾敏把别人视为肮脏的 或是私人物品 如同装置艺术般全部摊在床上 1999年更入围英国透纳奖 他说虽然这是个极端的作品 但还是可以跟大家产生共鸣 2001年翠西艾敏在伦敦展出我的床 随即被收藏家以台币近800万买下 这次在拍卖会上再度亮相 价格翻了16倍 崔西艾敏用他的床铺颠覆传传统的价值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